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霍卢 霍卢 看来有点像霍卢 有点像霍卢 对 艾艾力量哥的皮卡三冲呢肯定是一决啊 但是这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小锤子 在没有王子的时候选择换了一个乔夫 对 这一波进攻不上 我这波 反打有点强呀 怎么办呀 霍卢哥这边是一个小锤子 所以说他防守起来的话压力不大 因为不需要很插手 因为他这边有无论是换次还是一个火箱手都可以防一防 这波不浪费费用直接顶锤 然后锤这边撞到了就还OK吧 因为没有王子的话 AU也是换了一个乔夫 就是不用 没有王子的话也不用带顿裤的这种 对对对 像这个乔夫的话手锤子其实也是作用很大 但现在过度没有起来 就很难受 加锤又不能用 只能慢慢沉滴 但是这火箱的话不太好解 直接大闪了 大一点 霍卢哥会发动进攻还是说就这样 会不会顶锤子 没有顶锤子 无论是 各位浪费 交了一个计价的费 彼此 骗了电把装 骗了手锤子 巧福 前后 你给乔夫用不打出了伤害 晃福 防守这个真的是 不太好的一个排序 讲到里 就是这种巧妇防守 而且还是对方的巧妇 没有被砍死 就很难受 因为没有电法 没有过路的情况下 这个锤子还是太难解 你看AO到现在 他都不敢坐这个过路了 因为过路一坐的话 他毕竟是锤子冲到你脸上 刚才那个大闪的闪 大家心里有点感情 对 这边着急了 好 这个大闪 哦 保一下女枪 看一下会不会接锤子 现在挖的保住就可以 就很抽 好 我们看到这里 明显已经到了 最后的加速时间 马术果然是一个火车 恭喜力昂哥 恭喜一下力昂哥 是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他的这个小锤锤 确实节奏很好 对 力昂哥的锤子很强 对于这种比较 OP的卡组来说的话 他自己也知道 对方的一个卡续情况 对 我觉得这关键还是AO的那波 就是沉底一个机甲 加上一个大电 太招直了 然后直接一波锤子打进去 对 然后电把的话 也是用来 交一个刺客 对 左路 左路是有刺客来的 这一波大电了 这一波电把了 对 已经电完了 电完了 那是第二波 对 就是第二波了 黄国 黄国能接后排 你看那个黄仁他是跑 对 那个潮富他是先去跑去看球 但是 后面被潮富吸引住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赛号数据 赛号数据这边的锤子是跑了四次 而锅炉也下了两次 这个潮富的话基本上是用来防守了 没有配合过黄家巨人 对 说吧 他是被一两个节奏牵制住了 锅炉没有做起来 对 然后又被迫交了大闪亏费 如果AU能把锅炉做起来 然后慢慢地用黄家巨消耗 到了加时的话可能说会有优势 嗯 其实我们看到 亮哥这边他打的就是稳 你看他前期的话 基本上都是换次 换次防一防 我不跟你一起打 然后我锤子也不 也不用一波就凹得很厉害 然后我只要是 把你这个锅炉撞掉就可以了 对 好了 我们看到第二把的组卡时间 目前已经是出现了两个 比较主流的卡组 但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出现 地震猪这样的一些快速卡组 因为这两位的猪用的 使用的还是也挺不错的 对 仰望 排头45度找仰望星空 想一下下一把对手用什么呢 他们两个之前两位也是老队友 也是不等喜欢换卡组的行李 哎呦 不知道小明跟他讲了什么 他突然笑了 好的 那我们马上来到了双方的第二局 目前是由李洋哥的小锤锤先下一局 看一下AU会不会用小肺 我比较期待AU用筒嘛这样的 小肺去打李洋哥 对 但李洋哥的话 他的飞筒也是很强的 是啊 好 李洋哥感觉是没有换卡组 有点像没有换啊 哦 这里会不会是那套冰镇气球啊 对 也有可能 是吧 或者就是排击炮的一套 排击炮的皇家军事吗 对 嗯 这套飞用上的话 好 看来是排击炮皇家军事 这一套也是在上上周 上上周用的还是蛮多的 排击炮皇家军事 然后也是LGD比较有名的一套卡组 练习比较多的 他们的两位选手都是用的 特别是无忌 所以也是用的这个 排击炮皇家军事 龙王的话小陈的话 也是比较喜欢这套卡组 对对对 都有人擅长这套卡 哦 这边是个羊哦 那是超齐 超齐羊有点像对吧 是超齐羊还是乔夫羊 就要看他那个 我觉得如果是乔夫的话 就应该会下了 就是 就不会等到 等到现在已经开始两张牌了 如果是超齐的话 那就比较克制皇家军了 对对 超齐卡组 因为刚刚很明显就是没有 但是这波有点亏费 这波有点亏费 哦 只有水球砸 然后这个主要这个飞机也没法处理啊 这毒药还感觉有点着急 没有毒到飞机 对 差点就炸了 如果 如果力量哥是自己超齐的话 应该可以稳住 后面皇家住是没有什么机会 对对 继继续分路灵 换翅 好 给他来踩一下 水波 哦 超齐先下了 但是我觉得带电法 但是这个飞机 这飞机 我是觉得带电法 这个电法已经交掉了 如果这个有电法 我觉得有电法这一手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这滚动也是 失误了 对 就是反法 血量 两个的话血量 这个黄人砍得有点难受啊 这个输打得有点难受啊 这波 这波 这波羊要溜溜溜溜溜溜去打了吗 有电法 电法 对 有电法来守这个羊 这脑就打不进去的 对 出电法看一下能不能保住 但是也不会选择去打 没有不够 哦 这波直接下猪了 超齐能不能踩出来 踩出来了 但是还是会被打 两下 哎呦 这里 没有不够 这波要电法 听电法 他只要 他不用防超级 他只要防羊就可以了 电法留住 防羊 那这个小飞机怎么办 飞机用康英姐 现在情势很焦灼 两边都是 太焦灼了 因为AO的左塔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丽兰哥这边是卖了一个平均血 丽兰哥又被迫见交了慢点 啊 沉溺超级 我感觉会出事情 这个幽露怎么办 也就完了 六六六六六六 开始遛他 遛到这边来了 互坐下来 但这个飞机还是很冷静 对 这个飞机真的就是 全交不了 但是不交的话 这个超级就没了 对 哦 不可能交了吗 我觉得他还是留费 这超级就回过头了 AO施压了 这一波 压力有点大呀 但交的超级 右路躲路叫皇家中王 好 交 没配 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见功的 对 但是他把电法下了 AO这里 他电法下了 那雪球可以杨柱冲进去了呀 AO这个有点 但是幽露 幽露 啊 这差那么一点点 好 我们先恭喜一下 立昂哥 但是我感觉 AO他把超级骗出来之后 应该我觉得 左路可以马上下皇家中 来抢一波进攻 对 他那个节奏没有跟上 对 但他选择用电法 来我巩固一下 这个前线的话 这样就被对面 立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